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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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羅士祥 今天要來跟大家談關於冤案的事情 談起冤案大家會想到什麼事情呢 會閃過哪些人民呢 如果談到司法冤案也許各位不見得有經歷 但如果聊到一個生活經驗 可能各位在日常生活都會碰到 你被誤會了 你被你的朋友誤會 你被你的家人誤會 被你的老師誤會 而談到冤案這件事情 它就像是被國家誤會了 而這個國家誤會的代價 常常是你會失去自由 嚴重一點甚至失去性命 各位在頭螢幕上看到的這張照片 看起來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一張照片 我在今年三月拍的 我們在台南的街頭裡面 左邊這一位戴著帽子的先生 他叫做陳隆琦 他是願意平凡協會第一位 成功協助救援的平凡者 他在2013年被判決有罪確定 舉家逃亡 很慶幸2014年他無罪了 現在是個自由之聲 右邊這一位叫做謝志弘 也許近一點的朋友可以看到 他手上拿著報紙 這個報紙正看著他昨天的消息 今年3月14號 台南高分院開啟謝志弘案的再審 台南高分檢釋放了他 他過去18年待在台南看守所 失去自由18年 那是一個怎樣的經驗 聽起來有點恐怖 所幸我們的司法看見了這個錯誤 謝忠現在目前他還在為他的清白 努力奮鬥的 他的案件已經開啟再生了 兩個人散佈在台南街頭 這大概是過去幾年難以想像的一個畫面 而在今年3月 我們的司法成功的讓這件事情成真 所以冤案救援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事情呢 一個有罪判決往往會經歷過檢察官起訴 到了一省法院三個法官認定有罪 二省法院同樣有三個法官 往往還會到上訴到第三省 有最高法院五個法官 層層審理之後 仍然認定這個案件是你幹的 這時候我們一般來說會叫做 有罪確定有罪定驗 這個時候這位被告 他常常必須要入獄服刑 嚴重的話是個死刑待絕的狀態 而有些朋友他選擇司法不服從 所謂的司法不服從事 他選擇不自己冤枉自己 不主動到案執行 他逃亡了 而所幸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 也仍然有再審這個規範 再審就是我們面對司法可能的錯判 刑事訴訟法420條 你可以申請再審 你可以讓法院再次面對可能的誤判 但如剛剛所說的 這位被判決有罪的人 他仍在監獄 他死刑待絕 他到底有怎樣的機制 能夠去找到當初法院所沒看到 不理解不了解的新證據呢 一般來說我們在談冤案平反 冤案救援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那個新證據 法院所沒留意到的事情 可以證明你的清白 失去自由的狀態 如何去找到這些證據呢 冤以平反協會在2012年成立 當時幾位律師幾位老師 就是感覺到說 哇司法誤判 這件事一定會存在 而被冤的人 他關在監獄裡面 他如何去為自己的努力 為自己的清白來努力 太困難了 所以冤以平反協會成立 我們透過醫務律師團 找到很多專家很多志工 跟我們一起來看見冤案 並為這些冤案平反 過去七年 我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 哇你怎麼知道他有冤 你們會不會救錯人啊 那跟大家說 其實救錯人 我們非常怕 這有點像是個惡夢一場 我希望這場夢永遠不會到來 所以冤以平反協會 其實我們投注相當多的資源 在進行案件的審查 這個人說他有冤 我們找他的判決書來看 同時取得卷宗 去法院或者是地檢署 調出所有法院當初 判他有罪的證據 再來我們訪談專家 訪談證人 有時候也到監獄裡面 去跟這位罕冤者面對面交談 有時候人跟人的交談 四目相接 你可以體會一下 他到底怎麼去陳述這個案情 事實上昨天我們才冤以平反協會 我們的會議室裡面 剛舉行的一場審案會議 大家針對這位喊冤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實無辜 爭論不朽 通過層層的審查 平原協會才會決定立案救援 這個案件我們要投注醫務律師團 投注資源來協助他的平反 而這只是冤以平反的第一步 2013年我們很幸運的遇到了陳隆琦先生 當然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應該是陳隆琦的不幸 陳隆琦捲入了一個性侵冤案 被判決四年的有期徒刑 2013年陳隆琦是我剛到冤以平反協會工作 第一位親眼面對面接觸的冤案當事人 當時他來到台北 我們在一個會議室 陳隆琦非常激動非常絕望 他說他真的沒有做這件事情 旁邊他的太太兩個小孩 他說他不會主動盜案執行 那當時我在想 什麼叫不會主動盜案執行 他不會選擇地檢署報到 他不願意關入監牢 為一個他沒做的事情付出代價 那對於我來說 我當時其實並沒有親身經驗 體會到所謂的冤案的這種絕望感 我們就很理性思考 在風險計算 你逃亡那你到底是要逃到哪裡去啊 台灣這樣子 你能逃到哪邊 你逃亡你又要怎麼去為你的冤案平反 當時只在想這件事情 當下我跟陳先生說 陳先生請你放心 願意平反協會會好好的看你的案件 我們那時候連判決書都還沒看到 我只跟他說 我們會認真努力地研究你的案情 請你多保重 翻開陳隆奇的判決書 很容易留意到一份關鍵的鑑定報告 DNA鑑定 這個DNA鑑定報告寫著 在這個被害者的簡體上面 不排除混有陳隆奇 或與其同父系血緣之人 我問各位什麼叫不排除啊 不排除到底是有還沒有啊 可能有可能沒有 但檢察官在收到這份DNA鑑定報告之後 上面寫著不排除混有陳隆奇 他將陳隆奇從證人轉為被告 起訴了陳隆奇 這個案件所有的關係人 所有的證人都說陳隆奇先離開了 陳隆奇沒有參與後面的這個犯罪事件 陳隆奇不在場 但一審的法院仍然用這個DNA不排除的鑑定報告 判決了陳隆奇有罪 四年的有期徒刑 一個性侵原案 一個性侵的有罪判決 陳隆奇覺得非常荒謬 他上訴第二審立刻跟法官講 我要再驗DNA 他知道關鍵在於這個DNA不排除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於國文的理解 不排除三個字 本身就不代表有 然而二審法院駁回他的上訴 法官說這個DNA沒有在驗的必要 沒有必要 三審最高法院五位法官也駁回他的上訴 2013年他來到平原協會 當下我們第一時間諮詢國內的DNA權威 李君毅李老師 李教授說 DNA顯示會有一張電勇訊號圖 透過這個電勇訊號圖 有辦法再判斷到底這個檢體上面混了幾個人 換言之這個DNA電勇訊號圖極有可能就是陳隆奇的救命關鍵 那個時間已經又過了兩個月 我想陳先生他已經在執行他的司法不服從 育務律師團決定申請再審 我們向法院申請再審 而這時候發生一個非常令人意外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國內DNA技術的進步 原先在判決陳隆奇有罪的時候 當時的DNA鑑定方法只能驗17個基因位 17組DNA 17組歪染色體的DNA 法院詢問了鑑定人員 鑑定人員明白的跟法官講 現在技術進步了 我們可以驗23組加驗6組 可以再多看6個位置 是不是仍然不排除陳隆奇或者是有機會排除他 法官就講好 那請這個DNA實驗室你們再做鑑定 再過3個月 2013年年底 我們收到台中高分院的再審裁定 DNA鑑定報告 加驗6組之後 明白的顯示 排除了陳隆奇先生 陳隆奇確實沒有參與這個事件 他的DNA並不在這個悲哀者身上 並不在這個悲哀者的醫庫身上 2014年 我們在台中高分院迎來了第一份的無罪判決 這張照片我當時在後面 那時候看到陳隆奇跟他的母親緊緊的相擁 他逃亡了8個月 我們幾乎難以想像那段時間他是怎麼度過的 舉家逃亡隱性埋名 過著被國家遺棄被社會遺忘的日子 終於熬過來了 事實上我一直到最近才體會到說 這個笑容背後到底是多麼的沉重 鄭信哲是一件死刑冤案 他的案子在2006年被判死刑確定 2011年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跟作家張捐芬和羅秉承律師共同救援 平原協會2012年成立了加入這個救援團隊 當時律師團為他申請多次再審 多次非案上訴 都沒辦法說服台中高分院這個案件 確實有問題 確實有疑 時間來到2014年 檢察總長為鄭信哲提起非案上訴 這對於一個死刑的案件 對一個有罪判決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檢察體系的最高首長也認為說 這一個有罪判決 這一個死刑判決有問題 那我們的非案上訴制度是 檢察總長提出之後來到最高法院 由最高法院來審理 這個案件是不是確實有 有他違法的地方 2014年我們收到這個總長非案上訴 大家當然是欣喜若狂 這終於踏向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義務律師團不斷的補書狀 我們連續寫了四五份書狀 來到最高法院幫忙補足這個彈藥 同時救援團隊也不斷的 在幫他造勢宣傳 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台中看守所有 這麼一位可能被死刑執行的冤案 半年過去最高法院沒消沒息 在一般我們司法的實務裡面 都會覺得說如果法院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代表法官正在看正在想 他在判斷這個案件是不是他要有些動作 又過兩個月仍然沒消息 再過兩個月我們接到最高法院的駁回通知 這是2015年 2015年是冤獄平反協會非常辛苦的一年 前一年我們2014年得到了一個非常震撼的好消息 陳隆齊無罪 無罪之後來到冤獄平反協會喊雲案件 立刻暴增 前一年70幾件 2014年立刻升到200多件 那平原協會不斷的在研究這些冤案 以及有幾件我們已經在救援的案件 駁回再駁回 2015年是沒有好消息的一年 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的失望 然後就是一會失望一會憤怒 覺得說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夠 我還能夠再做什麼 我們還能夠再做什麼 鄭信哲到底要等到何年何月 才有機會走出台中看守所 那如剛剛陳隆齊的平反經驗 冤案的救援常常會在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朝你意想不到的方向開展 就在我們很絕望的時候 台中高分檢正悄悄的在行動著 台中高分檢的檢察官看見了他們 轄區內的這個台中看守所的死刑原案正信哲 檢察官決定他重啟調查 並阻託台大醫學院再進行鑑定 後來為正信哲申請再審 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的第一次 有檢察官為一個死刑案件申請再審 一般來說法院的一個審判的結構是三角形的 如果說審判者法官在上方的話 這三角形的頂點的話 左右兩邊是被告以及檢察官 檢察官跟被告或辯護人這邊看似對立 但事實上檢察官也應該要發現冤案發現無辜 台中高分檢正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死刑案件他如果認為有問題 他也可以幫他申請再審 而檢察官的出手就如同在冤案Joy裡面 就是立刻有了千軍萬馬的協助 兩個月後正信哲走出台中看守所 他在台中看守所待了14年 本來前一段時間我們還非常生氣非常憤怒 過幾個月後正信哲走出來了 他的案件在2017年無罪確定 現在我想如果大家打開臉書或是搜尋鄭信哲都可以看到 已經回到他的生活 剛剛在談第一張我們看到的照片 右邊那位他是謝志宏 這是四年前我們帶著謝志宏的人形立牌到處去宣傳 其實幾年前鄭信哲包括現在已經在台北看守所 關了30年的邱和順先生 我們帶著幾位死刑冤案的人形立牌 讓社會大眾更了解說這邊必須要趕快來關注 國家不能夠忽視不能夠無視可能的誤判 可能的誤殺 那當時我們都還是帶著人形立牌 而幾年後現在謝志宏走出台南看守所 這個也是當今年3月14號我們在台南高分院的畫面 而鄭信哲已經無罪確定了 過去七年參與冤獄平反協會的工作 我開始去想到說以前好像都在想的是自己是不是失敗了 自己的挫折 但其實這幾年看到這些冤案以及這些冤案的發展 開始有了一些新的體悟 第一 這是個系統內的錯誤 這是個司法系統內的錯誤 通常在講冤案他不是在講說某某某故意 故意錯判這個當事人 我想我相信檢察官他也不希望起訴錯的被告 法院也不希望判錯人 但司法的誤判是絕對存在的 那過去在談冤案好像都在挑戰法院 其實不應該是如此 被告檢察官法官 我們三方其實應該要一起來奴隸 一起來合作看見這個冤案 第二過去幾件冤案平反的經驗 我們留意到一件事情 系統性內的錯誤必須要由系統外的專業來看到 各位也許都不是法律背景 但你的專業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冤案救援路上 貢獻你的力氣 力學專家 醫學專家 法醫 見識人員 都在這個冤案救援路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三也是我今天這個演講的主題 一條平原路千百人在圖 後來我們問台中高分檢檢察長 也是現在檢察總長江慧民 為什麼你會為鄭信哲申請再生 他說因為那時候那一年他要到立法院去備詢 他的幕僚準備了一個題目給他說 鄭信哲的這個死刑冤案 他認為立委他們的幕僚認為立委可能會關心這一題 那立委為什麼會關心這一題 因為從2011年開始 廢死聯盟 冤雲平反協會 台宣會 私改會 大家不斷地在幫鄭信哲宣傳 不斷地在讓社會大眾意識到說 這邊有一件死刑冤案 2014年當時辦了一個臉書活動 鄭信哲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那時候還上了這個媒體版面 你的按讚 你的打卡 你的分享 讓這個冤案更被看到 讓檢察長在立院被詢的時候必須要去準備說 哇 今天鄭信哲的案是發生什麼事情 江總長說他當時就是因為幕僚準備了這個題目給他 他去找出了判決書來看 他沒有別過身去 後來終於讓鄭信哲走出台中看守所 為鄭信哲申請再審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無論你是關注冤案 關注哪個議題 不要冷漠 你永遠不知道你的一個小小動作 可能對這個冤案發生多大的影響 你永遠不知道你的小小動作 可能為你所關注的事情產生多大的力氣 謝謝